我找了两个年轻人的看法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货债非常高 他们这两个排最前面的都是 他们干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 不管他们怎么闹,我们把日子过好 大概都是这个角度 第一个朋友,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现在数钱都数着手抽筋了 现在经济这么难 就是因为他们这场战争 好像他发财了 他贴了一些图表,我看不太懂 大概就是说和俄国的生意 他做得非常好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我数钱都数到手抽筋 各位黑鹅的黑鹅,黑屋的黑屋 也不知道你们为了斯拉夫国家内斗 你们反正的脸红脖子出的是为啥 老老实实借此机会想想赚钱不好吗 要账户数字上多一些存款不香吗 使劲的互相攻击,互相扣帽子 啥黄鹅呀,乌贼呀,五十万呐,乌鸡呀,1450啊 鹅孝子啊,乌孝子啊,这样你们相互都说好玩不好玩 堂堂的中华儿女干嘛给斯拉夫人当鸡当鹅的 反正我们在俄罗斯的正规中起老老实实的赚钱 给中国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给中国政府大笔纳税 跟着中国政府政策走不赚钱都难 你们继续不听劝 为了俩斯拉夫国家把人脑袋打成狗脑袋 天天相互的问候对方祖宗八辈 能得到啥啊,这个哥们是在鹅的一个中企 说的挺对,假如把我带去 我也跟他,我很赞同他的观点 假如把我带到那,带着跟他一起来发财 没问题的,我立即把我立场就抛在一边了 发财啊,可问题是他带不带我呀 他也没留联系方法,他也没搭个桥留个路 是吧,我们跟着你到那个所谓的在俄国的中企 我们也到那里去赚钱,数钱数的手抽筋 我们没有机会啊兄弟啊 所以说你这个观点同意不同意,这是个问题 另外一个朋友说 他说这个问题啊 这个大家都谈他们的战争 其实是一种焦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国人 这么样的干着急,要么就盼着俄罗斯搞定乌克兰 要么就盼着俄罗斯赶快崩溃 他说这个事情哪是我们着急的事啊 最着急的应该是欧洲人 而不是所谓的亚洲人,美洲人,非洲人 换个角度来思考 这是老欧洲自相残杀 对其他的国家会更好 我们代入那么强干什么 我们还是要耐心等待 沉着应对,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跟上面兄弟回答不一样吗 你利益最大化 你代入我还利益最大化 我看不到利益最大化 老美修理大雄,拉着法德垫背 一举三德,削弱俄罗斯,削弱法德 离间欧洲并发战争才 但是不能伤到我们 俄法德被美国摁着一顿放血 心里会好受吗 一个相对衰弱 而又对美国起了戒心的欧洲 对我们是最大的利好 一个欧洲战争牵扯 而又通货膨胀的美国 对我们也是利好 我们要做的是 于内,抓紧时间搞好自己的经济 突破科研掐瓦子的瓶颈 于外,主要联合国框架下的多极化 积极做俄法德中间的合适了 支持欧洲自主理解欧美关系 俄乌冲突对我们而言 其实就跟疫情一样 貌似危险 实则是天赐的战略机遇期 这两个哥们都获得了最大的赞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现实 我不想说他们什么 因为我那个账号完蛋了一个 我只是说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现实 另外我个人要回答这个俄还在能对屋子战争坚持多久 那就要看 我觉得可以坚持无限的远 因为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现在俄国很难嘛 是吧 这个俄国很难 主要是这个 老百姓很难 是吧 要老百姓这样难 看他们这么支持这个普京 应该再难一百倍 或者再难一百年 他们也无所谓 是吧 普京完蛋了 普京肯定活不到一百一百岁啊 活不到一百年了 再活一百年到一百七十岁了 要看现在他们的支持度 那就是普京完蛋 再换一个人上来 还可以坚持 那再坚持一百年没问题 那就是他们有极大的这个伸缩性 就是忍耐度 这个事要反过来 放到这个 就是他们的对头那里 比如放到美国那里 能不能坚持这么久 就不好说了 因为那些个老百姓不好弄 他日子不好过 他们就要闹事啊 打什么仗 赶快回家过日子去吧 就和这个回答题目的 这两个兄弟 又是一个意思 就是这么有趣